五 四 三 二 一 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水果冰淇淋喜欢你 美丽故事在这里 长长眺眺眺在一起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开开心心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开开心心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我在整理小盆栽的时候 琪琪瓦路过来跟我说 奶奶 我们现在要去机器人书店哦 哦 好 你们刚才不是还在玩玩具 怎么突然要去书店了呢 哦 因为我们要去还书 而且有一本恐龙的新书 我们想要赶快去借 不然就会被别人借走了 哦 好 那快去啊 路上小心哦 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走 这应该要剪掉啊 这花这么漂亮 还是谢了 奶奶 琪琪跟瓦路呢 我帮他们借了一本书 可是没有看到他们在外面 哦 他们刚刚去书店 你帮他借了一本书 是有关于恐龙的书吗 奶奶 你怎么知道 这么厉害 哎哟 琪琪瓦路刚刚啊 很急忙地要去书店 就是为了要借这本书啊 哦 我就是帮他们借的啊 奶奶 我去找他们 整理好了 再出来晒晒太阳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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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奇瓦路的玩具完了 也不收拾就离开了 哎哟 哎 这个 这本书不是要还吗 哎哟 真的是忘东忘西的 我再打电话跟他们说一下 那你们呢 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水果 水果 冰激凌 冰激凌 加上三声大笑 哈 哈 哈 i know you 我刚刚应该是把书放在这里呀 奶奶在哭 奶奶哭了 嗯 我看到奶奶用卫生纸擦鼻子 还有擦眼睛 哦 那它看起来有很难过吗 嗯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哦 会不会是奶奶生气了呢 啊 生气的时候也会哭吗 嗯 我也不知道 请店长哥哥查查看好了 好 交给我 我先查查看 什么样的表情代表什么样的情绪 哎呦 真是太可怜了 哎呦 没有卫生纸了 哦 怎么这么可怜 哎呦 我去拿新的卫生纸 那你们呢 来来来 听个好听的故事 故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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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工作是为圣诞老公公开车 小米有新任务咯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和圣诞老公公会合 她可以准时到达吗 我会看到写老公公公发展 我会看到写老公公公公开车 我会找到写老共公公公公开车 好 小心 这里有金字塔的守护人 他们不喜欢陌生人靠近哦 小米 快想办法 太好了 小米说她想到三个办法了 赶快告诉大家吧 第一个办法是 搭乘热气球 飞越金字塔 第二个办法是 制造神奇的光影 分散守护人的注意力 第三个办法是 让守护人听催眠的音乐 让他们通通都睡着 不过这三个办法可能成功 也可能全部失败 因为万一热气球突然故障 飞得不够高的话 还有 万一他们对神奇的光影没兴趣 最后 如果催眠的音乐 无法让守护人睡着 反而让你自己睡着了 快想别的办法吧 小米 时间只剩下十分钟了 小米在做什么呢 是加入搬运工的工作队伍啊 加油 小米 小米 喂 休息时间 玩玩具喽 这样好吗 换个办法 再换一个 真是小脑筋啊 试试看新办法 这个人的嘴巴往上 看起来很开心的在笑 没错 这是心情很好的时候 就会跟这个人一样笑嘻嘻的 诶 我知道这个表情 她的眼睛看起来好凶 所以在生气 对 有些人生气的时候 说话会很凶 很大声哦 诶 我知道这一个 她的嘴巴往下 眉毛也往下 很难过的样子 所以她在哭 诶 再来再来 那你们猜猜看 我这个表情呢 不知道 我是快乐的笑红啊 机器人店长 我已经知道 喜怒哀乐的样子了啦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奶奶为什么会哭 其实 难过会哭 生气会哭 有时候连高兴的时候也会哭呢 诶 那我们就想想 奶奶到底是生气 难过 还是高兴呢 嗯 嗯 嗯 哎呦 我不知道啦 机器 你想想看 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哦 那我去找沙拉 还有瓦禄 一起想好了 哦 哎呦 真是太感人了 哎呦 这本书 真是 哎呦 我的天呐 雪人的心愿 最后终于实现了 哎呦 好了 好了 我要休息一下 去洗把脸 那你们呢 去看看我的好朋友 贝壳 潜艇 美人鱼 wow oh wo 大海绿的美人鱼 我爱你 嗨 我是美人鱼 欢迎大家来到美人鱼音乐点播站 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 美丽的你 没有这首歌 我爱美人鱼 谢谢 但是也没有这首歌 那到底有什么歌 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还是问问音乐模镜吧 模镜 模镜 请你告诉大家 今天最适合听什么歌呢 感到的下午回 爬来又爬去 好奇的大鲸鱼 喜欢问问题 水母飘呀飘 像沉默冬雨 海底世界真有趣 彩色有心情 大口的呼吸 咕噜咕噜 海底世界真有趣 彩色有心情 大口的呼吸 大口的呼吸 咕噜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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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拍了在一起 彩色有心情 大口的呼吸 咕噜咕噜 海底时间真有趣 彩色有星期 大口的呼吸 咕噜咕噜 快乐在一起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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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想奶奶为什么会哭啊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收完鸡 奶奶生气的哭了 有可能哦 我想到一件事 这花这么漂亮还是泄了 奶奶会不会是因为花都泄掉了 所以难过的哭了 好像是哦 那是奶奶最喜欢的花 那我们赶快回去 把玩具收好 把花救回来 让奶奶不要难过和生气 好 好了 奇奇瓦璐 奇奇瓦璐 你们看 哇 好漂亮哦 嗯 这是我妈咪做的 等一下 送给奶奶 嗯 嗯 那我们去找奶奶 嗯 嗯 嗯 奶奶 哎 你们来了啊 我正要打电话给奇奇 呦 你们把玩具都收好了 嗯 奶奶 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你不要生气了 嗯 嗯 我没有生气啊 嗯 那你是不是很难过 奶奶 我带了漂亮的花 要送给你 你不要难过了 哇 好漂亮的花啊 谢谢啊 嗯 可是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再难过呢 蛤 因为我刚刚看到奶奶在哭 嗯 我在哭 哦 我知道了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我没有在生气也没有难过 那我为什么流眼泪呢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 我们先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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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国关 那是什么 啊啊啊 Hashtag 还好没事 这是什么东西 大功能 快来救我 小勇士 救命 救命 第一大兔我来救你了 第一关 恐龙拼图王 快快快 赶快通过火山区 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 就可以过关 这是题目 然后去找答案板 好 走进火山区 小心哦 很顺哦 速度很快 看看对不对 对好 你过了第一关 赶快来救我 第二关 珍珠果大餐 敲啊敲 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 交给三角龙 你就能过关 选好你喜欢的锤子 来敲珍珠果 哇哦大锤子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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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关 拯救恐龙蛋 小心穿越吊桥 转动转盘 拉起恐龙蛋 你就给你过关咯 加油 好 我们来通过吊桥 小心哦 火山爆发啦 哦 你好专心哦 好像都没有注意到 火山又没有爆发 好 通过 现在来转转转恐龙蛋 耶 哇哦 力气很大 而且你看起来 好像在家里有练习哦 呼呼呼呼 你们家也有恐龙蛋嘛 哦哦哦 快了快了 加油 现在一叠叠叠了 嗯 耶 你就是今天勇敢的小勇士 耶 厉害 哦 找到恐龙蛋了 谢谢你 小勇士 呼呼呼 啊 妈妈 妈妈 这才是你妈咪啦 拜拜 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 哦哦 其实啊 我是因为看了你们这本故事书 很感动 所以才会 哭了 对啊 对啊 哦 原来感动也会哭 奶奶 我们还以为是因为我们没有收玩具 所以你生气地哭了 嗯 我也以为你看到花泄了 很难过 所以哭了 哎呦 谢谢你们啊 这么关心我哦 哦 也谢谢你们 特别回来把玩具收好 嗯 哦 还送我这么漂亮的花 不客气 啊 那等一下我要打电话给机器人店长还有小红 告诉他们 感动也会哭 嗯 好啊 嗯 还记得吗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 琪琪看到我在流眼泪 因为不明白是为了什么 所以呢 机器人店长告诉琪琪 开心啊 难过啊 生气啊 都有可能会哭 于是呢 琪琪瓦陆以为是因为他们没有收好玩具 我呢 生气地哭了 沙拉以为我看到花泄了 难过地哭了 其实都不是 我只是看完故事书 感动地掉了眼泪而已 琪琪啊 书给你 你不是要还书吗 啊 对哦 差点忘记了 啊 嗯 沙拉帮我们借的新书 我也忘了带回来 嗯 走吧 我们一起去书店 嗯 等一下 在你们去书店之前 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 看到朋友流眼泪 会关心的朋友 说什么呢 拜拜 拜拜 水果 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 拜拜 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一样 好滋味 水果 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 拜拜 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 星期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 水果和你说再见 一起离一起说拜拜拜拜 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 星期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